那么下面继续 接下来咱学另一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做连接查询 所谓的连接查询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 由多个表里边合并数据的时候 打个比方吧 咱们从今天早上咱就见了两个表 但是到现在为止 咱们一直在用那颜表 而class那个表说从来没用啊 select 行 from classes 看看他还存在不 哦他存在还活着呢 既然你这里边有信息 他这里边也有信息 那么他们之间是怎么对应的呢 来写那个新发 from 来看 我有两个表 是想干什么呢 大家是否发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字段 叫做class 下方先id 我之所以写这个id的作用 就是想要干什么呢 告诉你这个学生和哪一个班进行对应 那么这个时候 同学我写上1 表示原来小明 他是和这 就是和第一列 和第一行 第一个字记录 相对应 是不是相当于属于这个python一期的吧 那么2呢就是二期的 1呢就是一期的 2呢就是二期的 等等等等 大家看 这个地方是3 对不对啥呀 就是金星 金星呢 原来是单班了 你还确实嘛 是吧 金星就是单班了 那几个不是单班了 你看 是不是这个地方属于班的信箱 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这个地方是不是5 为什么没有啊 咱们明天的时候 咱就把外界真正应用了 今天咱们还没有加这个约束 加上约束之后的特点就是 请问我问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外界 有什么功能 昨天说过了 什么叫外界 我这一列自断存的是某个表的主件 咱们说了是不是这个叫自断啊 这个叫外界啊 但是你并没有用约束的方式来说它是外界 所以说呢 他还是认为是一个普通的自断 咱们明天的时候就把它视成外界 那么外界的特点是什么 你这里边不是有三个班吗 不是有123这个序号吗 这里边只能写123 45是错的 这就是外界的一个作用 他能够帮咱们限制 他的这个数据的范围一定是在他组件里边有 不待那就不对 这是外界作用 但是咱们今天并没有把这一列射成外界 并没有啊 因此呢 咱们这个地方是可以随便写的 你甚至想要一万 在这里边也没问题 那么我接下来想干什么 我有这么个需求 我想把每一位同学的信息显示了 并且想把它所对应的班级信息也显示了 你是几班的 我是一班的 你是几班的 我是二班的 我想把我这些信息显示了 请问这就牵扯了什么了 说我这就牵扯了 我应该是把这个表里边的每一行先取出来 根据这行里边的某一个字段的值 到这个表里边去 到这个字段里边去找 如果这个值在这里边找到了 那么请问这个信息 是不是就是小明同学所在的班级的名字吧 那么链接查询最主要想表达的意思 就是多个表的关联查询 你是一张表 你是一张表 你们两个之间有没有关系啊 有关系啊 那么怎么就有关系啊 这不就叫有关系吗 这叫什么啊 交集啊 交病骨 插集 是不是上高中的时候学过吧 来没学过的话你看看这个 关联查询 是他吧 集合 A叫上B 要是有东西就说明你们两个共有的 是吧 如果是没叫上东西 那么你们俩就没有 那么什么叫做链接查询呢 链接查询 这本来讲说通吧 你要通知理解 就是链接多个表 取多个表里边的共有数据 其实这就是链接查询 链接查询 根据你取的东西不一样 对重也不一样 对吧 咱们先说第一种 叫做内连接 内连接的一大特点 够通俗了啊 取交集 我这里边有的 你这里边有的 并且咱们大家都有的 这就是交集 这么说理解了吧 这就叫做内连接 那么我接下来要做一件事情 我既然我接下来想要取多个表了 怎么才能用多个表呢 注意看吧 我先给大家显示一个信息 select select from students 这是一个表了 对不对 然后内连接 该怎么表示呢 inner joy inner joy 这两个是一对 不允许拆开 inner joy 这是第一个表 后面写第二个表 这个inner joy 谁啊 classes 好了 我就写这些 你看看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怎么有这么多 啥意思 来 我写的这个变成了什么 小明有一个 对应的班级 一 小明还有一个 对应的边级变成了二 小明还有一个 对的班级变成了三 这意味着啥呢 你如果仅仅是把这个表和这个表给它合起来 那么言外之意思 你这个表里边的每一个记录 就每一行 都把这个里边的数据全给你取出来 怎么说理解了吧 取16年的表里边一个行的信息 把这里边全取出来 合在一起 这就是三个 我接下来得取这个16年的表里边一个信息 小悦悦 取出来之后 什么接下来 什么他们还是对应的三个了吧 对中就是这种 那么有人说了 这不就是乱了吗 对没错 我又是一班 我又是二班 我又是三班 那这就乱了 第一个 我想跟你说的是 可以这么写 听懂意思了吧 这个语法是对的 语法是对的 select 你至于写什么条件 这就回你了 from表A 表A 然后inner join 然后表B 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这么多 没有人问你 这是两张表 明天咱就见了三个表 今天咱用两张表 那么看上 查询能对得上的学生的信息 什么意思 看上 你不是一吗 你是一班的 你不是二吗 你是二班的 你不是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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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二 你不是三吗 请问 是不是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什么都有对应的班级 但是当它变成四和五的时候 是不是就没有对应的班级了吧 那么我想做的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学生对应的班级 全部都给它插出来 那么这个语句该怎么写呢 select 新 然后inner 然后接下来写上classes 后面你写条件了 你说对不对 那不写条件 那么岂不是一个表里边 student取一行 这个全取 取一行 全取 是不是合在一个新的表里边 新的结果 这么多 肯定不行 怎么多 嗯 嗯 将来意味着什么呢 条件 嗯将来意味着条件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 写什么呢 写上比方说students点 请问 students表里边的classid 是不是应该等于class表里边的id ok 那这个地方就是classid等于students点 等于谁了 等于classes点id 是吧 找得到呢就显示 找不到呢就不显示 来321 等你 小明 一班的 就越远 二班的 来咱们找一个 金星 三班的 没错吧 咱们不说了 这就对的 请问 总共一共有14个学生 现在显示几个 11个吧 为什么 因为是不是有一些学生的这个他并没有设置一个正确的一个半级的一个序号你说没错吧 因此什么叫做inner join那链接呢 我的数据取出来和你的数据能够对应的上的大家都有的 我接下来把你的信息取出来 把他的信息取出来 听懂 这么说理解吧 这是第一个 看这还有一个地方要给大家说 这是什么 这又是什么 其实左边是不是已经就是students表里边所有的资装了吗 你们发现这个哥们是不是这个表里边所有的资装啊 那么你这个地方写信号那衣服是什么的 这个表里边的所有资装 这个表里边的所有资装 通通显示能听得清楚了吧 那么接下来 我不想显示这么多 你看 你就没发现ID重复吗 是不是同样 这里边的ID和这里边必须相等了才显示 所以说他一定重复啊 那么我就不想显示这列了 我只想显示class表里边另 那又应该怎么做呢 怎么样 看这个位置啊 显示啊 按照要求显示姓名和班级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select星 我写星的话意味着什么了吗 我把这行复这一份啊 我要是直接写星的话意味着什么了 是不是意味着两个表里边所有的资装出来啊 那就不能这么多了 写什么呢 写unit点星 写class.name 来 实验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少了一定啊 没错吧 那你说 我都不想显示这么多 我想显示班级的性命 班级的性命是怎么显示 那我想显示学生性命 请问这个地方都给你谁 是不是指令人力吗 谁谁谁 是哪个班的 是不是就出来了吗 来看一下 谁是哪个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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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是不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出来了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可以写表的名字 说什么 每次写表的名字呀 太长了 咱们原来的时候学过什么 as是不是给表可以起名 好了 from students as s 你随便想啊 这个名字叫什么都行 因为我取的是它的一个字嘛 那么 in a joy class classes as c 那么这个地方写什么呢 s 点他 这个写啊 c点他 这个地方换成s 这个地方换成c 大家看 确确实实实的短一下吧 把它拿过来 沾滴 结果是一样的 现在大家也能看得清楚 是不是原来还可以 as是不是给它起名字了吧 好了 这是可以的 来的吗 这个 这个 能够显示班级的学生 对应的信息的这样的学生 而且只显示学生服务信息和只显示班级的姓名 请问 咱们用s那种方式来单试一下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想 啊 select这个地方变成了s点星 那这个地方变成了什么呢 c点name 请问是这么多吧 其他都不变 啊 其他都不变 来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所有16年的表里边东西啊 而最后这边这个 是不是仅仅是那个表里边的是不是只有NIM这个字在啊 其他都没有啊 其他都没有 好了 我想给大家表达的核心的意思 基本上已经慢慢出来了 懂吗 所谓的内连结 主要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on的后边写条件的时候 这个表里边的这个值和这个表里边的一个值 如果能对应的上的话 那他就取两个表里交集 如果我当前这个记录取着这个值和整个表里边都找了一遍也没找到 那么将来我就不显示了 这种受理解了吧 这就叫做交集 来看这 咱们最后再说一下啊 往上翻 翻到咱们这个地方来 好 那么翻到这个表 翻到这个地方来 请问上面是学生表 额班级表 下面是不是学生表 所谓的应的注意是什么呢 你拿着这个字段 请问你是不是先找到一行啊 我先把这行的这个值拿过来到这里边找 有吗 找到了 找到这个 那么这个时候 我把这行的信息和这行的信息 合并成一个信息显示出来 这么说理解了吗 那么我接下来再拿着这个2 再去到这边找 如果找到了呢 就把他们俩合在一起显示 举例的 比如说这个4能有吗 我拿到4过来找 我没找到也没找到 你按理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填个空啊 但是你写的是inner joy inner joy的一个特点是 你也有 他也有 将来才显示 否则不显示 听懂我意思了吗 因此 inner joy就是取你里边有的 和他里边有的 这个时候才显示 否则是不显示的 这其实就是内链接 这其实就是内链接 但是这个地方咱们再加弦一下 他说了在以上的查询当中将班级的名字放到第一列 这么多 班级的名字放到第一列 就是显示的时候把这个哥们 说挪到他前面去 是其他不便啊 不就做到了吗 对就这么简单 暂停 斗号 多了一个斗号 懂 大家看 说班级里边 是不是在这儿了吗 是吗 又来了个小问题 又来了个小问题 班一二一二 你能不能一口气少玩 怎么做 怎么做呢 接下来是不是又利用AutoBuy了吗 来看这个例子 看这个例子 按照班级的信息进行排序 请问咱们刚刚已经试过了这个社会语句 对吧 但是他显示出来的结果呢 有点丑 显示了一期 再显示二期 显示了一期 再显示二期 那么同学们 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用AutoBuy 在后面AutoBuy 按照重排啊 3.name 按照这个东西排 他说了个什么呢 这个斗号我怎么又粘过来了呢 把这个斗号抹掉啊 这个斗号多粘了个斗 走 大家看 现在先把一期的 登登登登登的显示完 是不是再显示二期的 问问你 显示一期的时候 什么 一会儿翻 一会儿八 一会儿五 一会儿七 一会儿一 来 按照学号给我拍下 先显示一期的 学号拍完 再显示二期的 学号拍完 怎么做 那么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是不是又是写什么 s.id 是他吧 是不是都是默认是个同小道的牌啊 来 暂停 是不是做着这个效果啊 对吧 你这学号一二三一二三 你看啊 在这个班级相同的情况下 序号同小道大 在这个班级相同的情况下 序号同小道大 请问是不是见这个特点啊 那你说多个子弹排序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用在多个标里面 是不是也可以啊 没有任何问题 好了 内连接 就是取两个标都有的数据显示 至于你想取谁 同样是不是就看你在select和from之间 你写什么了吧 你想取谁就写什么 内连接说完了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外连接 外连接分为两种 分为左连接和右连接 最近内连接是取交接 还有一个外连接 外连接分为两种 左连接和右连接 这边再讲吧 就是左边右边 什么意思呢 最后我告诉你一个特点 内连接是取交接 左连接是哪个表在左边 以这个表为基准去取东西 取物出来了 莫尔文呢 你看一下 selectcfromstudents 然后呢 这个ass给它起个名 是吧 咱们原来是不是inner joint 现在换成什么呢 把inner换成left 这就叫左连接了 那么后边还得写个表 写什么呢 classes as a free 然后on写条件 什么条件呢 s.cls等它等于c.id 是它不通吗 不排除了 那么将来会显示什么呢 你看看啊 我把它改成inner joint 你再看看 inner joint 什么区别 是不是多在三个人们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什么呢 如果你看啊 最后 如果你把inner joint 给成了left joint 谁在left joint的左边呀 谁在左边呀 student吧 那么将来就以student表里边的 所有的记录为基准 去取东西 我取这个 我取这个 到这个表去找 我取这个去找 我取这个去找 当我取四的时候 我不是找不到吗 显示为难 我不是找不到吗 显示为难 我不是找不到吗 显示为难 听清楚什么东西 叫左连接了吧 谁写在left joint 这个哥们的左边 就以谁为基准 我找到了呢 我就显示 我找不到呢 就不显示 显示浪迹行了 就完了 就显示浪迹行了 他和inner joint 什么区别 现在能体会吧 什么体会啊 如果是inner joint的话 取得交集 如果是left joint的话 以左边这个表为基准 要是有呢 我就显示 要是没有呢 我是不是就默认显示为难了吗 就是这个道理了吧 所以说 这个地方就是左连接 那么同学 右连接是什么意思 左连接以左边为基准 那么右连接是什么 以右边为基准 但是同学 我也告诉你了 有意义吗 右连接 没有意义 怎么做就有意义了呀 你把这个表和这个表位置一挪 请问是不是就变成了原来你想要做的右连接啊 因此同学们这个地方 right joint一般呢 用的很少 你只要用left joint 你只要把数据的 酷的数据表的名字 先后顺序什么 给你调队一下 请问这个试试不及解了吧 一般用left joint 一般用left joint 那就可以了 好了 那同学们说到这个地方 大家看 还有一个学校 还有一个学校的学校 查询没有对应班级的学生 我要查的是什么 我要查的是这些 你有的 请问是不是 因了装呀 我是没有的 我该怎么做呢 知道吗 当我执行完这个色口语句之后 是否我可以理解为 我得到的这个结果 是一个新的表 你看 我执行完这个色口语句 我得到的结果 请问我可不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表来对待 可以吧 那么我接下来要去取数据 判断数据的时候 我那会说个一个东西 如果我要是对原表里边的数据 进行条件判断的时候 我用wear没法帮 我要是对查出来的结果里边 在进行过流的时候 我是不是用having呀 那么既然你把这个东西 当作查出来的一个新的结果 这不是可以当作一个新的表来对待吗 那么因此 我接下来想要去做的这件事情 查询没有信息的 就是那个地方为浪了 怎么办呢 你先把这个 全给它干出来 那么在最后面 写上什么呢 having什么 c.id is none 请问这意味着啥呀 c.id意味着none 是不是这个地方为none的呀 你说没错吧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啊 是不是再探个 where 这个having从结果里边取东西 但是这个地方确确实实还可以这么多 你把having换成什么呢 where 这个时候还可以这么多 我试过 我试过 走 大家看 是不是此次的效果是不是一样的吧 那么在这个地方 咱们g就是g那种 大家能不能忘的那种 所以说呢 这个你就按照我告诉你 方式行 是可行 但是以后咱们要记得出是这样 如果你要是从原表里边判断结果 那么咱们就用 where 如果咱们要是从查出来这个c的结果当作一个g的话 从结果g里边去找东西 咱们就用having 听懂了吗 一般记住这个原则就不会突破 你否则你又要验证 这个用where还是很having 记住这个原则就行了 好了 这个呢 就是我想给大家说的这个小链接查询 最低 链接查询 在多表的时候有应用 单表呢 就几乎没有用 单表几乎没有用 多表的时候用的比较多 这就叫做链接查询 好的吗 来两三分钟可以看一下 谢谢